就是國家法律嘛 大家就是走民主程序嘛 那大家要尊重那個結果嘛 不能夠說我們走民主機制的這個程序結果 你不滿意又出來 對不對 這是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還沒有學到 不能夠說我的意見沒有被尊重 那我就出來 又出來破壞了 不能用這種態度 那我們是盡量在修正 然後符合環保團體的期待 但是現在變成說整個搬裝軟件搬掉了 這些意見都出來了嘛 我說那我們怎麼做事嘛 都不一樣了 那個整個出發點又不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因為我們是這個公民記者 我講的你可能覺得不可行 就像我剛剛提出很多 但是你在聽啊 我覺得你是真正在聽 謝謝 然後你又在幫我們想 這個我是非常感激 那個林志玲也是一樣 他其實是可以溝通的 所以我說環保團體是有同樣的核心價值在這裡 但是有一些他根本不聽啊 你講什麼他都不聽啊 你不覺得是這樣子嗎 他不看嘛也不聽嘛 反正他就 從一開始就說你這個就不對了嘛 你改正了他也不對嘛 你被我抓到你改了嘛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談的 好 所以我在聽 那我也提出 我也提出我的想法 那我也回應 我說這個不可行 那你沒有生氣啊 我幹嘛要生氣啊 對啊 所以我說你是 導致我聲音加大了 那個是不對的 喔這樣是嗎 對啊 我沒有注意 我希望你大聲一點 因為我怕他錄不進來 你知道嗎 我來了這麼久 如果聲音進不來很麻煩 因為我以後面考慮到 你說我聲音太強 對 因為我注意到你有這個 但是我在跟人家對話 不會生氣的 但是有的時候就被誤解說 你這個人怎麼不會爭取啊 或者什麼 人家跟你批評你就改了 先啊 好像那一種動作是負面的 那個我聽不下去啊 那乾脆我就也是不聽你的嘛 然後就來打仗啊 很多人用這種態度 就是在 看一看誰的聲勢比較大 然後就 我們不是這樣子 我們都不是這樣 對我們都不是這樣子 我們只是 你知道我們是公民記者 我們希望是由不同的角度 來思考這個問題 對 那我現在發現就是 因為上次我去那個 他們在那個 在總圖那邊 我沒有去 那個是市立圖書館 總圖嗎 市立圖書館的總管 那個 您想去 國家圖書館嗎 我也有去啦 梁主任 梁主任跟 我姓蔡 蔡小姐都有去嗎 我們有交換過一下 我們有去啊 是 那天我們有去 然後我也有全程錄影 您有看到 那天我全程就在那兒 把所有人講些什麼東西 我都錄下來 對 很好 新新聞有報導嗎 我是所有 每一個人講些什麼 我都把它錄下來 你有看到嗎 你有跟院長有包備嗎 但是沒有人看到你 你那個啊 導致有人看到 我是有看到新新聞 他寫得我不滿意啊 我不知道 他沒有呈現當天的 那個 我們的 講法 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 你講什麼 我真的沒有看到 你講什麼 很多是 舊的東西他也拿出來 對不對 甚至拿出一些 根本沒有去開會的人 六個月前的意見 那就不對了 也沒有辦法誠實的反應 當天的情況 我都不知道 他講什麼 他就代表我去 檔案也有call給信心 檢報檔案也有call給信心 他就是不報 所以我說是同樣的態度 那表示說你已經有立場 反正我是反對你啊 那這一些都是表面的 所以我 我有一種先知 覺得會這樣子 所以我沒有去 是 是 是 因為有的時候你會聞出來 我今天為什麼會跟你談 我知道你是可以溝通的嘛 是 那我也是相信您是可以溝通的 所以我們都有思考過 我們應該 因為我們不希望就是說 就是做一些 您可能已經覺得 我們的想法 您不能接受的 那些再提出來講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意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在跟你講 我覺得 這樣好不好 那樣好不好 對 多謝啦 因為我知道 你一直在幫我們想出入 是 其實最終還是幫那個 2022兵工廠想出入 那個整個車 因為沒有人要他們去 現在最主要的問題 就在於他們沒地方去 這我最知道 但留下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你無理反過來思考 為什麼到處都希望做到處去 沒有一個地方要2022去 應該去想這個嘛 難道台北就歡迎2022嗎 為什麼其他地方都不歡迎 我們做的炮彈要做什麼 你去問那個問題 我們做的炮彈做什麼 是外銷還是做什麼 還是要打大陸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那個要好好去面對 對不對 不是啊 我看到的都是在質疑中央研究院 2022兵工廠的那個角色是什麼 對不對 並不是我要去挑戰什麼 我說這個是一個議題啊 大家可以討論 在台北市政府 放一個2022兵工廠 這個 是什麼用意 那 是不是繼續 從永續的角度看 是不是繼續這樣 我想那個政策都已經做過決定 然後又是翻轉嘛 對不對 不是 原來說 幾年內要搬嗎 什麼 好像又 所以那些問題我們一直沒有去面對啊 那 那 剩下的一百多公頃怎麼辦 也 我想環保團體更關心那一塊 那一塊 但是那個不是中央中央的權責 所以 我也不便在外面都講這一些事情 但是你如果問我 我會講出我的建議或者我的想法 您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他們呢 那我 我只是講一下 他們認為 那塊地 是 我們台北市的肺 那你可以繼續保留啊 對 保留 但是為什麼要生產炮單呢 他如果這個肺不開放 它有什麼用 對啊 你要保留那個生態環境是決心的問題 你要不要讓人家去開發嘛 政策要明朗嘛 就是政策要做決策對不對 是我們 那個很簡單啊 那怎麼擔心 是我們大家希望那塊地呢 就是說 是保持原來的 就是很多的樹在裡面 很多的利益在裡面 現在你 現在你不能進去啊 不是這件事情 你不能進去啊 不能進去 你這個肺有什麼用啊 我們要的是那個二氧化碳 那個氧氣 空氣的 那就繼續這樣子啊 不是啊 你 你把它開發成生態環境保護區 把國防部搬遷 從這個方向去想才對啊 那這個肺就有用啊 那個 那個比較 那個比較困難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把那個搬遷的話 第一沒有地方去嘛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而且班天也要非常 非常多 那就去想那個議題 為什麼沒有地方去 那下一個議題就是 那個有需要嗎 這個的牽涉的地方 就是太廣了 那我可不可以 怎麼會太廣 那個最單純的 怎麼會太廣呢 你知道那個在做什麼嗎 2022 你知道嗎 2022 冰工廠 對 在做什麼嘛 我也不知道啊 這是軍事機密 其實就那個師弟的保護來講的話 阿林阿畢公廠做得很差啦 對啊 師弟的保護來講 因為他破壞師弟 你看在過去三四十年 整個幾乎都消失了 現在剩下一小塊嘛 所以如果你說 你給他一直留在那裡的話 可能再十幾年可能整個也都沒有 他是一直添土嘛 把他添上來 所以一直講這個廢 我就一直很納悶 這個廢子 你用不算廢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你要讓他搬走 變成生態園區 很好 廢很好 可以好好用 你不能說很好的廢 把它放在一邊去 不用 因為我想 大家的想法就是 他的環境 不一定要進去 好在有國防部在那邊 所以那個就保留下來 我說那個是決心的問題 政策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去太多 那你一開始 假如政策很明確的決定 政府有決心說 把那一塊當作生態環境保護區 把國防部搬走 不能開發 那個是一種決心嘛 你說今天可能更好 那我可以贊成啊 當然會更好 他那一塊地來講 就是說第一個 其實我覺得說所有市民來講 最盼望的就是那塊地 就是變成國家級的一個生命公園 但是假如說他變成是說 他是不開放的 那我自己聽的結果 就是我想說那個 這個校長的意思 院長的意思也是說 我這個單位去取代202冰工廠的話 實際上是這樣被想過的 我沒有期待啊 沒有換 沒有換啊 我們只是去非常小的一塊 一百分之一 他們不是把202冰工廠 沒有啊 這麼一點點 不是全部 不是啊 沒有 超百分之二 對 不是那個202冰工廠 就是已經被開發了 在做這個化單生產 那我們又把營開發 變成他們添入的地方 我們又恢復私利 這個好奇怪 實際上來講 應該真的是不是去反對 就我自己啦 我自己聽的結果 真的不是說要去反對中研院 而是應該說你中研院 或許可以在那邊 有一個地方 剩下的地方 通通都變成是森林區 沒關係 我知道你有下一個 對 我可不可以問 其實我也反對當公園 因為公園有人類的行為 你假如要當做生態環境保護區的話 那個是有管制的 對 我是覺得應該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是認為是要管制的 對 我們大家 我們百分之百站 對 也是啊 對 假如這兩趴 其實我就說 以很多的利益來講 我就說 假如是 就是現在來講 我們自己在網路上看到的很多的 寫的不是這樣 假如說 假如中研院來 就只佔這兩趴 然後2022冰工廠 整個測掉 以後這所有其他的土地 都變成是一個保護地區 我就覺得那樣子第一個 我們國家也會有一個好的研究單位 整個師弟也保護了 對 我覺得那個就是牽涉到政策 政府有沒有決心要這樣做 我們是希望朝這個方向 因為一般來講 在講的時候 很少去講到說 你們所佔的是幾趴 只是知道 你們都要到2022了 就是說 就是媒體沒有真實報導 我剛剛在講 就是誤導 其實 不是這樣子 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講